记得不要偏掉这个虚线 好 点一下 最后这一条线的话就垂直 最后这一条线呢就垂直 垂直点一下 好 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那如果我要画里面的部分的话 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那你可以偏移 偏移 偏移 可是问题你偏移之后 还要修剪很多线段 对不对 那假设说它这个地方是一个聚合线 把它怎么样呢 向内 因为它的距离都是5嘛 如果向内 如果它是聚合线 向内5的话 那马上里面的那个 这个三角的圆形 这个圆形就出来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BO 前面有交过BO 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在这边 这边 这边 各做什么呢 这个BO 把它做一个聚合线 ENTER 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这个 这三个 就会变成聚合线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部分呢 做什么呢 偏移 然后偏移 是吧 距离是5嘛 偏移5 ENTER 这个 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 往里面 这个 往里面 把这个 这个 记得 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因为它线会跟线重叠 有没有 所以你以为你选到的 点到的是这个 这个 实际上它会重叠到 所以你就选的时候 记得选另外一边 才选得到 这个地方会显示出来 好了 以后的话呢 那这边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形状之后 记得把这几个 刚刚我们BO的部分呢 把它delete掉 另外呢 它的线段也不需要 所以这个线段的部分 也是把它delete掉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边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了 对了 记得是偏移2.5 如果偏移5的话太多了 这里的话一半 所以 看一下 2.5 如果往上偏移 这边的距离是5才对 所以应该是 这边应该 这个部分 应该BO 没有问题 BO Enter 看这 BO Enter 这边 上面的部分 这两个应该是可以 往里面